都會把孩子的iPad給他敲了 把孩子爸的蘋果14一會給敲了 都給他砸爛 砸爛 我愛國,我不穿衣服 我愛國,我從不呼吸 我愛國,我不受引力控制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這幾天,美國多家媒體 引用了五角大廈國防部官員的說法 證實一艘在中國武昌造船的最新核動力潛艇 在今年五月底下水之際,突然沉沒了 那根據衛星地圖顯示 在今年的3月10號,這艘核潛艇停靠在碼頭進行組裝 對吧,大半截都浮出水面了 直到5月29號,衛星地圖可見一片模糊的黑影 就在6月13號這段期間 出現了多少大型打撈拖吊船圍繞著那一塊黑影 明顯是在做打撈工程,對吧 那其實早在今年7月的時候 就有不少人發現這件事情 說中共的潛艇又成了 當時還被一堆小粉紅跟草民們嗆 這樣造謠啦 是吧,見不得中國好 看見黑影就開槍 對,現在證實的那一塊確實是黑影 結果現在美國多家媒體 與衛星地圖都證實了,對吧 那中共還是至今在封鎖消息 那現在就有個問題啦 裡面有沒有人? 第二個更重要的是 下海的時候有沒有安裝上核動力使用的燃料棒 測試也好或是做什麼也罷 不曉得 因為根本就沒有新聞自由 也得不到披露 那這點美國官員也無法得到真實的消息 對吧? 只能知道個可能五、六成、六、七成 那裡面的細節啊 畢竟美國沒有辦法派媒體或是官員在 所以得不到更切缺的資訊 那我們假設啊 有一些這個工作人員是解放軍 對吧? 或者是這個測試小組的人在裡面S啦 或是你有弄燃料棒 或是一些會造成核污染的東西 那為什麼中共的媒體不披露呢? 中共的國家政府如果自己不願意披露的話 媒體為什麼不去追呢? 當然啦 在中國不是沒有有良知的媒體人啊 有 那些人去哪了? 會陸續的消失 上一個是誰? 心驚爆的記者 他做了什麼事情? 中共的煤礦油 自己國家的傳承了 還要靠美國告訴你小粉紅 如果今天中國是沒有防火牆的 這件事情 美國一報導全部全C的人 都會知道 都會知道之後呢 誒 他們就會去呼籲中共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美國造謠 去揭露啊 媒體去監督政府啊 這個時候 誒 一切向好的 我們這個證實謠言的 這個時候才是真正一個正常的社會 對吧? 顯然在中國 目前沒有 你能想像在美國 若是有一艘核潛艇啊 也不要說核潛艇啊 任何一艘船 在墨西哥灣 或是在聖地牙戈沉沒了 而美國政府 與媒體 不作為 不告知 裝聾作啞 還出來譴責 他國干涉我國內政 你來過美國嗎? 你去過美國嗎? 美國已經是軍事經濟 綜合實力第一名的國家了 你怎麼能知道聖地牙戈有沉船呢? 你浮到水裡面了嗎? 是吧? 你看啦 只要但凡美國官員 敢這樣說 那估計他的政治生涯是毀了 但是在中國 官員說這樣的話 反而步步高升 當然啦 美國這位國方 匿名爆料給美國多家媒體 為什麼還是具有權威性呢? 雖然不具名 我們就這麼說吧 雖然他不具名 但如果美國多家不同立場的媒體都報導了 且美國國防部沒有出來嗆媒體造謠的話 那這就是事實啊 那這其實也是美國政府的常規操作 應該說 什麼事情可以正大光明的用政府的身份去講 什麼事情需要用這種方式去曝光 哦 意或是啊 不能說的 只能用做的 所以啊 我來美國幹什麼 總不是浪費時間 浪費這個機票錢 然後跟台灣還有12到15個小時的時差 對吧? 美東美西這樣跑 還要日更影片 假日的時候我員工不上班 我還要自己去剪輯上字幕 我何須這樣折磨我自己呢? 在台灣日更已經夠累了 在這裡我還要配合台灣的時間剪輯上片 還要配合這邊的生活步調 你覺得我有時間嗎? 所以話就說到這裡了 哈 而更搞笑的是 小粉紅與中共政府 先前啊 對這個日本核廢水 反對了一年多 那自己的核潛艇 在這期間不到沉沒了一兩艘 吃了不爆 也不披露 到底有沒有沉默 甚至出面闢謠都沒有說 現在又轉向 哎好啦 開放日本的這個水產品 最近他們還流行扯說什麼呢? 蘋果手機會爆炸 所以不少公司貼出告示 禁止員工使用蘋果手機 前兩天把那個蘋果14 還有蘋果13給敲了 這兩個手機給敲了 今天又把這個蘋果10幾 這是12還是13 閨女用的 敲了哈 全18歲了 然後那個 都會把孩子的iPad給他敲了 把孩子爸的蘋果14一會給敲了 這個奶奶用的蘋果 給他敲了 這個美國也太可惡了 昨天刷了這個 黎巴嫩的事件之後 他居然在那個對講機裡裝了炸彈 可以遠處引爆的 今天開始把家裡所有的蘋果的東西全部扔了 手機 平板 筆記本 我不玩了 然後讓我家的孩子也不要玩 以後都不買 炸 有意的炸 炸 都給他砸爛 砸爛 好爛 以後都不要買蘋果了 我愛國我不穿衣服 因為很多紡織機械它都是進口的 我愛國我從不呼吸 因為想到碳氣滑 可能會呼吸到外國的空氣 我愛國我不受引力控制 因為引力是牛頓發現的 我愛國我不吃飯也不吃水果 因為我不知道哪些水果是引進的 我準備用樹葉遮體 在森林中狩獵尾聲 鑽木取火 我愛國我出門帶指南針 即使用筆墨指焰 燒烤灑火藥 簽字用活字印刷術 真正愛國的人必須光定住在山洞裡 喝著山泉水 吃著野生的動作物 因為現代人的衣食住行 所有的一切都離不開外國人的發明 我建議你們先呼籲你們自家官員政府 或者是一些明星藝人 像是王毅啊 什麼烏金啊 不要用蘋果還有習近平他老婆 方立遠 也不要拿蘋果手機哦 而蘋果手機如此危險 竟然還可以在中國以公開的方式合法的販售 請問是誰的問題呢 來大聲的說出來吧 是誰讓他在中國有牌照可以賣產品的 這個時候你們就該去打倒他 上街吧 天安們在等著你們啊 而這幾天啊 日本、紐西蘭、澳洲的艦艇陸續通過了台灣海峽 這造成了中共的嚴正抗議 而且啊 中共也再次聲明 台灣海峽是屬於中共國的內海 台灣問題 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事關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 是不可逾越的紅線 針對日本自衛隊艦艇進入台灣海峽活動 中國軍隊以依法依規予以處置 中方對日方此舉的政治意圖高度警惕 已向日方提出了嚴正交涉 我們敦促日方在台灣問題上重信守諾 謹言慎行 不要給中日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製造干擾 是啦 全世界的海都是你中共國的 因為畢竟連海龍王都要聽黨話跟黨走 聽黨指揮對吧 再加上上個月德國艦艇也通過了台灣海峽 美國就不多說了 過了好幾次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越來越多的國家不認為台灣海峽全境之屬於 中共國內海的 以此證明台灣不屬於你中共國的領土 一中原則跟一中政策是不一樣的 很多人都在模糊這兩者的概念 所以荷蘭也好美國也好 近期都在解釋 好都在解釋這個一中原則跟政策 還有這個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 記住啊外交不是零與一 而是我們的外交處境 比起蔣經國時代 甚至蔣介石時代是否有更好還是更差呢 我相信大家心照不宣吧 台灣的知名度以及各國支援的實質影響力 是如何呢 當然我不敢說像中共國那樣吹牛逼啊 世界名列前茅 但比起蔣介石斷交時代 以及蔣經國時代 是不是來得更知名 而台灣更加的有影響力 是吧 相比之下是吧 那我在華盛頓有個海關問我哪裡的 他說去年他到台灣玩兩週很喜歡太魯閣 在咖啡店遇到一個很愛跟陌生人聊天 正在休假的中式美軍 他也跟我閒聊嘛 他也跟我閒聊嘛 他說你西裝還不錯什麼 因為我那天參加那個閉幕式 所以我那身西裝還在 他就跟我攀談了很多 他還知道意中政策跟印州原則的區別 他也說他支持台灣令我更意外的是什麼呢 他說抗日啊 CCP根本就沒有出力 現在卻說抗日是他打的 那個時候你人在哪呢 日本當時戰敗出最多力的是我們美國 還有當時的中國政府 怎麼功勞變成你CCP了呢 是吧他還用CCP這個詞啊 這個我是在 Kim Street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媽的咖啡店他們遇到的 而在週五啊 王毅跟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又見面了 布林肯提到 中共援助俄國的問題以及台海問題 而中共反向啊 台海最大的危機是賴清德 並不是咱們共產黨 美方應該停止武裝台灣並且公開反對台獨 欸OK這就好玩了 小粉紅不老是說美國也反台獨嗎 那既然如此 那王毅又跟美國說 要共同發表反台獨以及停止武裝台灣 請問這個用意在哪 不就是因為美國沒有這樣做而中共希望他這樣做 所以你們小粉紅不要老是妄議中央好嗎 你們只是人況啊 在糾錯清單裡 中方分數的地方無條件的撤銷 對中共黨和家屬的簽證限制 撤銷對中方領導人 關於政府部門的資產 再來賴清德是我們台灣人選出來的 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是人民選出來的 而你習近平 是你小粉紅選出來的嗎 我們退一萬步來說 即便賴清德是個省長 也是我們一票一票投出來了 請問你們的省長有一票一票投出來嗎 你知道你們自己省的這個省長 這一屆有幾個競選 有幾個競爭對手 各得票率是幾% 你不要給我上網查 你自己講不出來 你們甚至連自己本屆的村委會 村幹部村支書啊 任何啊 到下一屆要選的人是誰 競爭對手有誰 全部都不知道 這時候就不要再跟我瞎扯一些543的哈 一個民選出來的被說是危險 一個獨裁全票通過沒有沒有沒有的 它是一個和平的代表耶 是熱愛和平的國家 你說這是不是是非顛倒黑白的羅刹國呢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Vadio 下期見啦 掰